Hello,大家好,今天讲一个很贴身的, 为什麽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会在这个月18日到19日访问中国, 煲水煲了很多次,上次又说来, 上次是2月,后来取消了, 今次我估不会那麽仪欺挂, 但很难讲政治的事情, 又不知突然间爆些什麽出来, 所以,现在大家观察布林肯今次访华, 究竟是中美关係是一个小阳春, 开始又变回春天了, 有些人形容是小小阳春, 不要理會,都是从好的角度去观察, 但是究竟是小阳春还是全面开战, 这个开战不是打仗,记住, 全面各方面的超限战交锋, 包括经济、意识形态、外交、 军事的围堵、角力等等, 还是预视着这个超限战正式开打之前的一个最后摸底呢? 这一次行程大家都未开始, 你做什麽? 未开始都可以预测的,是吧? 因为在这段时候, 同时是发生了另一个都值得关注的动态, 就是什麽呢? 加拿大, 加拿大刚刚宣布了, 今天宣布的冻结它在加拿大, 不是,冻结它在亚投行, 亚投行大家知道是中国大头的, 加拿大冻结它在亚投行裡面的席位, 当然有些触发点, 就是说加拿大派在亚投行裡面的人士官员等等, 它发觉很有异常, 什麽异常有什麽大新闻, 它爆出来, 裡面有很多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都是新闻来的吗? 但是它这样讲, 它发现中国很多客户经常监控裡面的内容, 跟着你又说中国透过很多方法, 是去影响亚投行的运作, 你贷款批不批准等等。 这个官员爆出来, 所以加拿大认为亚投行不适宜加入, 所以冻结了席位。 大家听到之后, 明的就明,不明的就黎明。 但是大家都是明的来讲, 这些都是新闻吗? 大家马上想中国官场裡面, 如果你到某一个级别, 大部份你都要入党才能坐到这个级的官员, 如果不是一般所谓非党员坐到部长级, 很多都知道是交叉党员, 你真正党员的身份不可以公开, 所以你在很低层次或者中层以下都算低, 你一定要入党才可以有个任务刚蕴的光环。 所以加拿大这个官员说, 很多共产党员, 大家都不知敢嘴笑还是怎样好, 你说很多黑客, 全世界美国有没有黑客去做一些事, 大家都心知肚明, 国际上现在所谓哪有秘密, 跟着你说中国控制着亚头巷很多运作, 其实这个你不讲都知道, 因为亚头巷成立的时候, 大家谈好, 但是一半资金开头起动的资金是中国的, 那你哪间大公司大财团, 你不是谁出钱又谁控制, 或者控制多些历史都是这样, 我不是为哪方面讲说话, 而是说亚洲开发银行在菲律宾总部, 但都是外国西欧控制住, 世界银行都是这样的, 所以加拿大这个官员他觉得很奇怪, 大家就觉得对他的奇怪感到奇怪, 现在加拿大冻结, 于是大家就立刻想, 其实是否这个反映中加关係, 而中加关係其实是重属于中美关係, 大家看加拿大跟美国的关係一定很密切, 一定密切过加拿大跟中国关係, 所以现在美国在过去两年里面在中国周边, 以至在整个世界布局里面的合纵连环, 其实已经成形了, 军事上有AUKUS包括英国、澳洲、 日本等等那几个加上, 而印太地区的北约又慢慢形成, 虽然它没有一个很具体的组织, 最近说北约式的亚太地区的军事联盟, 法国都提出反对,不要搞一个办事处在那裡, 有人提出搞办事处, 虽然是这样, 但加拿大一定是跟美国的, 所以突然间出过这样的新闻, 大家于是联想到中美的关係, 加拿大跟中国关係本来透过孟晚舟事件, 大家记得在孟晚舟在加拿大几年走不了, 还说引导去美国,结果后来解决了, 本来这个契机可以令中加关係好回来, 但似乎又不见推动得太紧要, 即向好的方面, 现在又有阿投行加拿大冻结的位置, 这点来讲对中加关係又不需要去哪里, 因为已经是一个低谷了, 所以从这点来讲, 大家立即转移布林肯去访华的重点, 所以交代一下来龙去脈大家就容易清楚了, 再看今年二月布林肯去中国的时候, 忽然间有什麽? 那是气球, 中国说不可抗力的原因, 那个气球入了美国领空, 美国说不管你, 打了下来, 跟着美国说这个时候, 布林肯去中国气氛不好, 于是取消了, 大家都觉得是否又要显示美国姿态, 还是说什麽? 但是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个某个程度上, 都有大家各自的政治炒作, 是吧? 好了, 今次就是经历了那麽多了, 又高级官员都碰过头了, 跟着开始有一些缓和的声气出来, 所以布林肯早前放消息, 中国否认或承认, 现在中国自己本身都讲了, 他18日到19日访命北京, 应该成事了, 之前已经平静了, 没有什麽太多的语言冲突了, 不过在中国官方外交部宣布了这个讯息之后, 布林肯忽然间又讲了一件事了, 是什麽? 就是古巴, 他说古巴有些地方是给中国设立情报设备, 机关等等,探测等等。 这个消息其实传了很久了, 美国一直是不承认的, 它不讲的, 希望创造了气氛让布林肯去到中国, 之后大家谈好了, 于是中国就公布布林肯来了, 怎麽止公布了之后, 布林肯忽然间就说是呀, 我们知中国在古巴搞好很久了, 你这个又怕不怕, 你这麽说就变成中国不让你来, 中国又破坏中美关係, 创造不好的气氛, 中国不断常说, 你不要一面说聊天, 一面说做一些对中美关係伤害的事情, 可以现在人家就伤害了, 你够吉时的, 我单方面我说取消, 行不行呢? 不知道的, 因为现在录影这一阵, 下日明天或几时会否临时取消又不知道, 政治的巧妙就是这裡, 你说政治的灵活也好, 政治的奸责也好就是这裡, 所以一看完这些迹象之后, 加拿大又在这个时候爆一些令人觉得, 外交官政治人物不会不知道阿棠这些东西, 所以整体的气氛就令人感觉到, 究竟是不是小阳春呢? 好了,不是小阳春, 于是就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看, 就是美国它认为部署了两年的围堵, 或者准备, 方便未来两至三年它希望能够有些什麽的成效, 这个是从外国角度,不是从中国角度的, 好了,我们马上看看, 先看看布林肯它整个行程的安排, 原来它访问完北京之后, 跟着又去访问另一个国家, 是谁?英国。 英国?很自然的, 不过原来布林肯去英国, 现在已经安排了, 到时乌克兰的官员就在英国, 还有没有第一个国家?不知道。 它在英国会见乌克兰的人, 而这个时候乌克兰就说, 我大反攻已经开始了, 俄罗斯说没有,你反攻失败, 我打回你转头,国有话说, 但是这个安排布林肯来完北京两日之后, 我稍后再讲可能它跟北京谈什麽, 它们都在流出来, 跟着跟你谈完之后,它是伦敦, 伦敦又见乌克兰的人, 究竟是打算部署一个帮你乌克兰, 发挥最多今年内搞定了俄乌局势, 赶走俄罗斯那些, 然后解决了这个之后, 方便西方世界未来两三年来应付中国, 是否这样呢?不知道的, 但这一个这样的合理推测, 最单独是可能性之一, 所以你见它整个这样的安排, 令人感觉到不是小阳春, 而是可能是全面磨擦的一个最后摸底, 或者是另外一次摸底, 然后进行它的部署, 所以这就等于朱镕基所讲的, 中美关系好亦都不得去哪, 虽亦都不得去哪, 因为两国不会打起来真的兵容双杰不会的, 两个大国这样打, 全世界都无理的了, 所以这裡第一个这样的迹象, 包括刚才讲的古巴的所谓情报事件等等。 另外又值得注意的近期一个动态是怎样呢? 忽然间有消息讲, 美国可能在台湾撤桥, 无论是真还是假, 但这个消息传出来, 台湾肯定不会这样传, 因为你这样是否自己制造自己, 已经人心旺旺, 当然不是台湾, 那裡传呢?是否大陆呢?似乎不是。 如果你是大陆传的, 就会在他们的媒体, 但现在你在西方的全体慢慢传到是美国的媒体, 你说美国媒体可能都有些亲话之类, 不知了, 总之这一类的讯息出来之后, 美国政府又不会承认或否认, 因为哪有撤桥呢? 那些人自动来往, 怎会好像某个地方洞洞排华, 中国当时又派尿工船去接人回来, 如果你说阿富汗局势某个地方不稳定, 美国那时候是战事之中撤桥, 但现在美国又何时有撤桥, 人家自动走, 那些人就联想到较早时候佩洛西去台湾访问, 跟着去了南韩, 大家就看它刺激大陆而已, 但原来不是,现在慢慢消息出来, 所以我经常看外交形势, 有很多事要等它下面慢慢浮出来才看到, 原来佩洛西去完台湾之后, 又去过另一个地方就是南韩, 它去到南韩唯一参观的一个企业是什麽呢, 就是南韩芯片制造商, 台湾当然有台积电去看, 后来法国现在行内, 我都是请教行内的人, 它说怎样呢, 美国在台湾裡面的生产芯片, 是全世界以数量来讲最高的, 最多的,台湾是占第一, 南韩是占第二, 大陆已经是第三, 大陆是占百分之十六的, 全世界的芯片的产量, 南韩是占百分之二十以上, 台湾是最多的,原来佩洛西去完之后, 台湾有些生产线去了美国, 部份而已, 这个是否两手准备呢, 两手准备都不要紧要, 跟着有部份台湾它制造的芯片 那个纳米的级别, 因为现在用纳米来计算, 那个纳米的级别通常是十二纳米或以下的, 这个所谓以下其实它的级别的称呼是越高的, 即是有二十、二十七纳米等等, 这个数字越高是代表它的级别越低的, 大家要搞清楚, 所以现在中国声称已经研发到七纳米了, 但大量生产那些大多数都是二十纳米, 即是在十二纳米的水准是以下的, 所以去到这裡的位置的时候, 大家就说台湾都有十二纳米的能力, 不过美国从来不会将最高的技术关键技术给你, 所以现在美国已经跟荷兰, 荷兰芯片研究的技术很高, 以及日本这三个国家已经研究着二纳米, 是二纳米,现在就快然成功, 因为它不到接近成功它不会漏出来的消息, 稍后有一些国际知识的朋友都了解它, 怎会告诉你我现在在做一纳米, 即是技术越来越高, 就是抛去,变成了在台湾裡面它只是给你生产, 研发那部份全部走的,全部外面, 所以这些迹象令人感觉到, 你这个撤桥我估计都不会, 但未到时候,但美国是否在做一些准备, 跟着你说芯片又走等等, 这个小阳春,布林肯去大陆的缓和中美关系的小阳春, 就更加是没有一个实质的支持, 当然我不排除的, 因为双方漏出来, 它说今次都会谈台湾问题, 你怎谈呢? 估计双方过去讲的立场, 已经全部公开了, 大陆是视台湾是一个内政问题, 你外国是不可讲的, 即是不可以碰,不可以讲, 讲都不可以, 外国就说单方面改变现象, 外国是不接受的等等, 所以这一个情况令人感觉到, 这个是之前摸底, 以至之前去调底, 如果再这样下去, 因为外国的部署两年, 中国说我都部署了, 你看我合中联盟, 我跟其他美国盟友, 我中东又叫你那些人过来, 你那些美国财团我又叫你那些人过来, 现在中国对外投资, 一带一路又重新整理过, 非洲有很多烂美,有贵的烂美, 美国又去非洲, 美国又投放一万亿, 不是一次过, 分阶段一万亿美金投回亚太市场, 尤其是给东南亚, 大家都觉得我们自己本身做的合中联盟, 继续做已经做好了, 到时看实力效果,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来讲, 就要看看美国怎样判断未来两三年的局势, 这裡长话短说, 因为你可以怎样判断, 讲到天花乱罪都可以, 但是简单来讲, 美国怎样判断未来呢? 第一,他判断, 未必是成事实, 中国如果是聪明、聪明的, 你可以破解人家这些魔咒, 他说你的经济一定继续烂下去, 我们都不想,你烂下去就向民间拿钱, 但是他说你一定会继续烂下去, 于是民怨就会起, 的确我早前讲到农村民怨已经起, 你要指定别人种不赚钱的粮, 而不可以种其他赚更多钱的农作物, 你就保护到国家的粮食安全, 但是你同时在伤害民族、农民的利益, 你又不去补贴农民生产, 这些民怨一定起, 现在你见国内其他城市都有, 不要讲政治了, 政治最近国内六四期间, 都有些人站出来穿着平反六四, 然后被人捉了, 但都站出来,虽然很个别, 但你都挡不到这个消息的。 于是民怨何时会变成民乱呢? 上海疫情搞到已经差不多爆了, 好在当时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今天总理马上射一射, 马上射一射, 令到大家那裡鼓着气,射一射, 但你不知何时又来下一波, 所以美国的判断是经济下滑, 民怨会起, 跟着会变民乱, 跟着民怨民乱裡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因素, 就是年轻人, 年轻人不是说什么政治诉求, 他要先鑽食, 因为现在中国年轻人失业的数字, 是在整体百分之五的区间裡面, 失业率裡面, 年轻人是占了百分之二十, 另外这个才是重要, 现在年轻人还可以所谓啃路族, 爸爸妈妈还可以依赖一段时候, 但再大些的时候, 现在三十多岁都是啃路族, 如果老人家过身等等, 他们又年纪大了, 怎样呢? 现在青年的数字, 国内出现虎门青年, 又有虎门中年,又有虎门老年, 你怎解决呢? 尤其是今年刚刚过了新闻, 上个星期的新闻, 中国高考又来了, 今年高考的学生有多少? 接近一万三千人, 你说好啊,毕业, 毕业是否等于找到工作呢? 前几年都有过千万, 突破一千零七十万的时候, 前年大家已经觉得, 要注意今年一千二百九十几万, 以前失业那些, 他现在通常毕业了, 要等一年至两年才找到工作, 以前他都未消化, 跟着新的都又来了, 这个循环又会不会加深民怨呢? 现在外国这个叫做内燃机理论, 什麽叫内燃机呢?他说他很奸, 他只会继续压中国, 但他知道吃不了中国, 他于是便引爆你内部的情况。 从这个角度, 我便觉得你无论你哪个国家做这些, 都到最后都伤害人民的, 如果你这样说,中国人受害, 你同时美国那些通货膨胀, 现在都是因为这样而起的,是不是? 所以去到这裡的时候, 只能够讲了怎样去增强自己的势力, 中国的判断,你不要单单挂斗, 因为你现在因为斗争的概念太强, 所以你现在到前几年的战狼外交, 搞到连南海外这个最近上星期都讲过, 又南韩,又跟日本,又跟其他国家, 法国,现在奴冬菇回去了, 你这些事如果事先警惕的警告, 你不要搞这些事出来, 你自己便减少了很多包袱, 你的斗争思维,即使要跟外国斗, 你都不是斗到这样的方法, 你这样对自己无好处就伤害自己人, 所以我都说在中外的问题, 外国敲我们,我们都不想, 我一定站在中外这边, 但你问不要借外打内,你整天说, 我先在内部稳定,你在内部稳定这个概念, 实际上内部创造了问题,创造了困难, 这个才是问题, 外国整天就掩着嘴, 咳咳声上笑,跟着站在上去, 等你错了什麽它才出手, 这个来讲你已讲了很多次了,不再讲了, 已经讲到口水干了,是吧? 所以从布林肯访华, 大家再继续观察,很快就有结果了, 我所有结果就是他会否取消又不知, 会谈了什麽又不知, 都是要看法效,是吧? 所以继续关注自己做好自己的判断, 那便最好了,是吧? 好了,今天跟大家交流到这裡先了,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